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就是農曆4月8日的佛誕日 正值是每年一度舉辦長洲太平清照的日子 在疫情下其實有很多活動都已經被迫取消 包括搶包山比賽 飄飾會境巡遊 搶米活動 神功戲 舞麒麟和功夫表演 以及派發平安包的活動 一概取消 不過換來今早9點多時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帶他一群流羅 走到長洲出巡 根據媒體所拍攝的片段顯示 鄧炳強不是穿制服去長洲 而是穿著一件短袖的Polo shirt 上面寫著水警兩隻字 尾除他 大概有50隻流羅 一行人浩浩蕩蕩地出發 大概逗留一個多小時 便搭乘水警輪離開長洲 到底有什麼貴幹 要勞煩到鄧炳強大署長 走到長洲出巡 根據長洲太平清召 直理會主席雍志明所說 直理會連日以來一直爭取警方批准 希望送臣儀式可以照常舉行 直理會昨晚和今早 就和警察開了多次的會議 直理會已經作出多番妥協 建議分開四個人為一隊 抬一頂八人大橋來送臣 只不過警察在今早八點鐘繼續反對 直理會亦不希望被警方票控 因為如果票控限聚令 就位位兩千元 八個人就雞六夜 好了 被迫無奈取消 現在由郭姦廟宇自行決定的送臣安排 這位翁志明主席就說 已經做了二十多年的主席 勞心勞力 改動了不少的安排 仍然搞不定這個送臣儀式 感到十分遺憾 他就說很傷心很難過 他很不開心 就怕長洲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送臣儀式最後都做不到 他就怕長洲居民的安危和健康出現問題 他就很擔心 這件事其實反映了幾個嚴重的問題 首先來說 整件事都是相當諷刺的 自從清朝的宗業舉行太平清照儀式以來 他的原意是什麼 就是為了拘除瘟疫和疾病 而不是為了搞旅遊活動 或者被市民走到長洲玩樂 現在警察竟然搬出限聚令的惡法 就說要維持所謂的公共衛生 所以不讓人搞太平清照的送臣儀式 其實直理會已經作出了很多妥協 別人都已經把這頂白人大橋分為兩批人去抬 前四後四兩批人相隔1.5米的距離 而且他們如果全部戴上口罩和戴上手套的話 根本上感染風險就是極低 別人只不過都是求個安心 你都說不准這些民間習俗來舉行 而且這個民間習俗就是以拘除瘟疫作為目標 你說是多麼諷刺? 二 況且這個所謂限聚令的四人規定 連林鄭自己也承認是沒有科學基礎的 那你憑什麼去評論別人 說八個人一起抬頂大橋送臣就有危險呢? 真是不理解了 第二件事也反映得出 現在香港警察完全不尊重民間的習俗 而且很喜歡竊讀神靈、竊讀宗教 這已經不是單一事件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去年六月中 有很多基督徒走到金鐘和政府總部一帶唱聖詩 當時有些警察就像吃錯藥一樣 就渴斥了一句 叫你們的耶穌下來見我們 你說出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在挑釁別人的宗教信仰 當時有些牧師和基督徒團體 就出來開記者會去譴責這些警察 現在人家長洲說要搞太平清朝 你一樣是不被人搞的 人家本來有很多活動都已經被迫取消了 當時剩下宋神儀式 想著可以搞的 你都說不准的 這樣就不是顯示得出你警察有什麼大公無私 或者是嚴正執法 而是顯示得出你警察目中無人 和對神明的大不敬一 必然是遭到惡暴的 上至這隻鄧炳強 下至三萬五千隻的警察 自己要小心點 連日本仔打到三年零八個月 當時的香港總督 基督廉介和田中九一 都沒有去長洲出巡 說干預別人 不准搞這些儀式 你有你搞他有他管治 那時候你以為自己是軍政府 連神明界也要管治 連宗教界也要管治 根本上就是不可理喻 你說那些限聚令是多餘的 當時人們抬等八人大橋 前邊四個後邊四個 邊署有緊密接觸 如果各自戴口罩戴手套的話 根本上就是很安全 怎麼會有傳播風險 有感染風險 你解釋給市民聽 到底你那個限聚令的原意是什麼 是不是要連宗教自由都剝奪了 離了大譜 你說全部人八個人聚在一起 那你沒有好說 前四後四的已經都不行 那有什麼好說 根本上就是洩獨神明 這就不用爭 你自己和上帝 自己和神明去解釋 那些人 到底為何這個長洲太平清照 會定在佛誕日舉行 其實也是有段估 這個是從2001年才開始 本來長洲的太平清照 其實就是定在農曆四月初一至十五中間 這段日子舉行 每一年又不同 要用聖杯來向神明去問卜 具體的做法是怎樣 就是由每年的農曆初一開始 每天就投擇三次的聖杯 大家知道聖杯有分陰面和陽面 如果摘到的結果 是所謂二聖一寶 那一天就是趙期的開始 聖杯二聖一寶是怎樣計算呢 如果是一陰一陽 就為聖 如果兩邊都是陰 就為寶杯 如果摘到這個結果 那天開始 那哪個時辰開始 也有講究 那天摘到二聖一寶以後 再每個時辰 一摘到這個結果 那個時辰就為之是開始趙期 剛剛在2001年的時候 當時的聖禮會 就摘到為農曆四月初八 即是佛誕日 舉行太平清照 當時的聖禮 就索性問了這個神靈 到底每年都改為四月八日 去舉行太平清照好嗎 那又摘了 終於摘到聖杯結果 就是二聖一寶 根據他們的說法就是這樣說 是否他們自己知道 摘到這個結果以後 決定永久改為佛誕日舉行 所以就不需要每年再摘聖杯 到底這個長洲太平清照的起源 到底是怎樣的呢 有兩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就是官方所說的 就說在清朝中葉年間 長洲島上發生了瘟疫的事件 於是造成了一些村民染疫和喪生 後來整班村民走到長洲北帝廟的樹 舉行了一個召回 敬拜神明 並且齋戒三日以示尊敬 後來這個瘟疫得以驅除 另一個說法就說 並非起源於長洲 而是起源於廣島的太平山街 在1894年的時候 其實香港就發生了一場非常大的鼠疫 造成了兩千人喪生 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離開了香港 好了 當時有一位住在太平山街的 海陸峰藉貫的居民 就拿了在家供奉的北帝 放在街頭那裡上香祈福 很快這個鼠疫就慢慢緩和了 自此之後 那些居民每年就會搞一次太平清照 後來港英政府就擔心 你們這群人在太平山邀那裡 搞這些活動 可能會引發火災 因為你們又會延點那些 紫禅或者香祝 好了 後來就叫你們不要在這裡搞 進去長洲那裡搞 因為長洲都有很多海陸峰藉的居民 所以後來就改了去長洲那裡搞 這是第二種的說法 其實在上世紀的六十年代之前 長洲太平清照直理會的直理 就只限海峰、陸峰、惠州和潮州籍的人士 可以擔任 廣府人就不准參與 後來就慢慢才放寬了 撤銷了這條規限 近年就更加不用說了 被這個旅法局包裝成為一個旅遊活動 每年都吸引很多中外遊客去參觀 現在警察竟然之間 就拿一條限聚令的惡法 去打壓別人的宋神儀式 你說是多麼醜陋呢? 根本上別人都是求安心的 你說示威 不准搞 你要借這個限聚令來打壓 尚且可以理解你背後的邏輯 雖然我不同意 只不過現在連這些宗教活動 要拘除瘟疫的活動 你都說不准搞 那到底你在做什麼呢? 是不是要連市民求的安心 這個機會都不准呢? 但是你鄧炳強 就可以帶著五十多人走進去出巡 這些是公平嗎? 所以你鄧炳強和這班人 是必遭惡暴告訴你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